二年级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大家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可以去为孩子争取一下 这个呢叫做SSAT 意思就是说 如果孩子们想从公校转到私校 他有一个入门的标准化考试 那如果说你不去私校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学这个呢 我个人建议还是学一点比较好 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学校里呢基本上是 没有固定的英语课本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 甚至是七年级到十二年级 也没有固定的英语课本 他还不像数学呀生物化学呀对吧 他会有一个 那现在呢他只有一个大纲 但是呢没有specific的teaching book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孩子们来讲 他如果只是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 不足以让他建立起一个很好的knowledge system 意思就是一个知识体系 这知识体系就包括了他的input和output 那这种情况下呢 reading啊就是一个很好的input的一个源泉 那很多家长会说 我不知道给孩子读什么东西 什么样子的书是可以读的 很多人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出了一个书单 任何一个书单 他不可能cover所有的东西 人类文明这么长时间 各科各个专业各个领域 他cover的面太多了 那么你没有调理的 没有系统的去给他制定一个计划的话 那他就很容易就偏刻 更何况孩子们自己还有自己的这种personal preference 所以呢逐渐的 如果你错过了一到六年级这个段 其实他的一些基本的interest和他的倾向 就已经有点奠定下来了 等到以后呢 他就这个不愿意弄 那个不愿意弄 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 对吧 比如说你想让他看一个什么书 他不感兴趣 有的呢可能只对science感兴趣 有的只对fiction感兴趣 那有的呢只对art感兴趣 所以他错过了一到六的这个很关键的点的时候 然后呢就像上次我们花了两三次讲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智力发展的几个阶段 我按年龄按年级都给大家讲了一下 包括各个流派的各个教育学家的理论的 大家就有感受了 那么等到一和三年级 安省这边呢是369有一个规定的安省的考试 三年级六年级九年级和十年级都会有 我们把它叫做EQUO和那个OSSLT 这个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各个方面呢 比较均匀一点 而且拥有一个比较标准的standard的一个 学术水平和一个学术的标准 所以还是准备一下呢 你会发现这个考试呢 会弥补它的一些缺失的范畴 比如说History的 Social Study的 以及Literature的 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在这个准备考试这些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一套题 它可能有六到八篇文章 涉及了六到八个范围 或者说Aspect 或者说Realm 或者说Subject 都可以 那么对于它的知识量的丰富 是非常有用的 那第二条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Skills 平常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也可能只是读完了 就拉倒了 第一它不会去查字典 对吧 没看到小孩滋滋不倦的在查字典的 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 第二 你会觉得它只读完了一遍 然后它不求圣洁 然后就把这书 threw away了 或者put it back on the shelf 我都做过调查研究的 基本上孩子们没有说 我拿过来这一段 我会从几个方面去研究 这就是我们说的 intensive的reading 平常只是说读一读而已 那个呢 叫做extensive reading 那么久而久之 它养成了这种随意阅读的习惯之后 它对很多问题的理解程度 就不够 它觉得自己明白了 但实际上你真给它非常精细的去找准某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是它的准确度是不够的 准确度不够就是因为它理解的不够 那理解的不够就是因为它平常这方面的练习和训练都很少 所以说呢 不妨从三年级开始到十年级之间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双轨的一个练习 我们说的是突围的 一方面呢 是可以给自己增加knowledge和skill的 一方面呢 是可以为英诗做准备 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去私校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个考试呢是入门考试 所以这是必须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那孩子们是不是平常在学校里可以接触到类似的东西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education system当中呢 是没有这一类的标准化考试的 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个省 我教过的移民的孩子非常多了 将近18年的时间了 那各个省来的移民我都教过 那不同的省份它制定的这个teaching的material和它的大纲 是有差别 但是绝对是没有这一块的 所以说呢 这个考试呢 是美国ETS出的题 它是为了这个 小学它分成三个阶段 有animentary的阶段 middle school的阶段和high school的阶段 你会发现 这种情况下 学校里没有教 那对于它来讲呢 对于孩子们来说呢 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它能够从准备这个过程当中 学到很多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建筑类的 native people住的一个小房子 在那个年代 有一个特殊的名词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它会对历史也会有感觉 那literature方面呢 会有这种story啊 novel的节选 所以说呢 对于孩子们各个领域的知识量的扩充 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对于它学习的这个skill也是非常好的 很多孩子你跟他说这个准确度的时候 你问第一遍 他可能大意能跟你说出来 问第二遍 在细节的时候 他就会卡 你在问他更深一层含义的时候 基本上搞不定了 这就是说明平常还是缺乏这种训练 如果错过了三年级到七年级 那你依然有机会是八九年级 一直到十年级 依然还可以去考 但是到了十一二年级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 这个呢 可能在市面上会对这个考试 有比较狭隘的认识 其实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它 它的这个benefit给孩子们带来的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 如果有时间 有精力 不妨就是去看一看 准备一下 你会发现又打开了一扇窗 给你展示了另外一个世界 你会吸收进来很多很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同时又为孩子的未来多一种选择 所以说 早做准备还是有好处的 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 我跟大家share一下我的screen吧 咱们上次讲到了不同的学校 它的要求和它的优势和劣势 那今天呢 我们算是新年的第四讲了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解释了什么是这个考试 那谁能去呢 范围可以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十年级 你都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那它的作用呢 基本上是为了筛选 如果你从考试的角度 但是如果你从knowledge和这个skill的角度去看呢 还是很好的一个input和一个很好的训练 什么时候去考呢 最早从十月份就可以开始了 一直到来年都可以 就看你要去的学校 它的这个deadline是什么时候 有的最早12月1号deadline 像我们这边的多大 是非常注重这个学问选拔的 光有钱也不能去 你分数不到也不能去 所以说呢 根据自己的目标学校 你可以去看什么时间去考 benefit 就是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你拿到了一个入门券 对吧 很top的一些private school 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 你都有希望 对吧 这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的 通用的 你可以说是北美 中小学到高中都是可以的 那怎样得到高分呢 有很多的窍门 也要需要很多的训练 那现在来看呢 middle level的呢 一般来讲分数是要达到 它的满分是2130分 那你至少要达到2000分以上 你才能够有资格得到一个 面试的机会 那upper呢 它的总分呢是2400 你拿到2200 你基本上top5的学校 甚至是top3的你都可以去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说明的 关于这个标准化考试 它的含金量 以及它的用途 以及对孩子们来说 有什么好处 确实是不错的 很多小孩 复习完了这个 即便他不去私校 他会觉得他的水平 不管是词汇 还有reading 还有数学 以及writing 都会得到提高 这都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了 这是学校和同学之间的一个match 就看你适合哪个学校 哪个学校喜欢你 这是双向选择的 历史也是很悠久了 1957年就开始了 你可以在他官网上进行注册 也可以要求他传递report 所以还是挺好的 刚才咱们说了 从三年级到十年级 都是可以去的 这是不同级别 那怎样去分析说明呢 这个呢 我们上次提到过一些 我呢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数学的部分 基本上涵盖了七八个大类别 reading呢 基本上涵盖了literature的 human的 以及science的 以及social study的 这个是偏文科一些的 然后呢 每个部分 像这样子给你举个例子 像synonym 今天来参加的同学当中 有没有认识这个bratish 什么意思 从abcde当中选一个出来 看看有谁可以 能做对 这是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的练习了 类似的是这样子的 那analogy呢 就是类比的 它又分成三对一的type 和二对二的type 那么它就一个自己的pattern 你可以找出来其中的奥妙 这个到时候也可以找学生来试一试 那关于writing的部分呢 虽然不记录分数 但是同等条件下 肯定它会找写的好的 选择要选择好的 ab两大类 一大类呢 我举了一个例子 那请三个文学人物来 共聚晚餐 你要邀请谁呢 为什么要邀请这个人呢 你就要写一篇文章出来 25分钟就要完成 这还是比较大的一个challenge的 那么它的类型和要求呢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能看得到 这是数学 你能看出来 数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英文的 你首先得看得懂 其次呢 还要明白 重要的点在哪里 最后才是计算 所以很多时候呢 它不再是一个涵盖的面啊 都是这样的 这是writing的内容 那最后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去参加SSAT是属于什么级别呢 基本上都是好学生了 它的这个标准化要求呢 是比较高的 还是偏academic的 那它的累计方式呢 是说百分比 什么样子的百分比呢 一般来讲就是 在参加本届考试的所有的 participate当中 按照同一个级别 比如说是 elementary级别 还是middle的 还是upper的 参加的grade 是从三年级 一直可以到十年级 也就是说 你同级的人进行比较 虽然三年级和四年级 用的考卷是一个 都属于一级的 就是elementary级别的 那五六就是一个级别的 是middle的 那七八九十都是upper的 它可以用同一套实体 但是它的评分标准 它的percentile就不会一样了 因为你比较的呢 都是same grade进行比较的 所以很多家长 考完之后会给我看 它的report 让我帮他解读一下 这个也是需要 专业的去解读 而不是一味的去埋怨 你的孩子 这样子的话呢 需要一个时间 我是希望呢 大家有一个planning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内容上看 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这个时间呢 它需要词汇的部分 这个词汇上次我跟大家说了 一个section基本上是540个单词了 这个量挺大 所以就要给孩子时间去学 去消化 去应用 所以第一个词是learn 第二个词呢 它要吸收 第三个词呢 它要理解 第四个词呢 它要会应用 要达到这四大步的时候 它一定是要有时间段的 那我们说了 这时间段从什么时候开始 比较好 一月份就可以开始了 你可以分成一月到三月一个段 然后呢 四月到六月一个段 那七八月算一个段 然后九月到十月一个段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考一次试试了 那不考呢 你十一月到十二月 你依然可以有机会 有些学校呢 它的招生时间比较晚 那么你又可以循环回来 一月到三月之间去考也是可以的 只要看它的deadline就可以 所以说 准备好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很enjoy的去学习这些 knowledge和scale和这个scale了 而不是很push的那种 是enjoy的那种 那它吸收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去push 提前规划一下 那么从几个方面入手呢 可以从词汇呀 reading呀 数学呀 写作呀 你会发现 即便你不去考这个试 你在平常的学习当中 依然也是要学这些东西的 与其没有目标的 东抓一下 西抓一下 那就不如 有个目标 然后呢 有个计划 然后每次呢 都会比较舒服的 就能够搞定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了 那现在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啊 或者说体会呀 或者说有什么疑问呢 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对话一下吧 看看今天来的同学当中 或者老师当中 或者家长 看看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 或者有疑问的 我们都可以来交流一下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 也可以在聊天区 把你的问题写一下 哦 格兰娜问 是不是有专门的书来学 是的 它会有这方面的 我给你拿一个样本看一下 像这样子的就可以 像这个样子的 当然是有级别的了 刚才咱们说的就有三种级别呢 对吧 小学的 中间的 以及高中的 对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初中高三级 当然了 一般来讲呢 三四年级呢 很多家长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基本上没有在这方面去下功夫 那常见的呢 基本上是从grade四年级来找我们 然后说开始 那他年龄小 所以你也不能太去push他 循序渐进 从四年级开始 一直到十年级想去考都是可以的 它的级别呢 可以分成一级 我们说 elementary的 也可以是middle的 也可以是upper的 就分成这三个级别 是这样 那我现在这一本呢 就是upper的 它会写上 你可以看到 那它适合的学生呢 就是 七八九十 四个年级段 刚才我的 哦 它不是分学科的 我刚才说的学科是说 它的reading部分呢 涉及到的内容会有不同的学科 你会发现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这篇文章呢 有可能是讲述了一个故事 是文学方面的 那这一篇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art方面的 再一篇呢 就有可能是一个人文类的 social study方面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诗歌了 它会给你出一个诗歌 一段 所以很多小孩 他没有这方面训练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讲什么的 那你让他很仔细的去回答题 特别精准的回答题 他就搞不定了 所以不妨呢 把它作为一种教材 然后让孩子呢 好好的去接触一下 肯定会有收益的 我教的学生当中就有 他可以把读过的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内容 可以应用到他自己的 就是school project里面 而里面包括了历史知识 文学知识 对吧 那他知道了 他可能就能用得上 实际上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最好就能让他在脑子里形成一个database 那很多的东西呢 吸收进来 然后他会有一个沉淀和消化的过程 可能某一天 某一个moment 他就可以应用得上 这是很好的 人类的知识 现在还没有达到说储存到一个芯片里 植入体内就不用学了的程度 随时掉出来的程度还没有 他真的是要靠自己去积累一下 那这个积累 至少是需要花功夫的 那么他在一到六年级 七年级到八年级之间 他学校的任务不是很重的 基本上很多家长跟我说 学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说呢 不妨把它作为一个input和output来对待 这样子回答是不是比较清楚 关于自学和找老师上课 那肯定是跟着老师上课比较的有效率一些 自学也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买本书让他每天做上一点 对吧 积累着 可能这一本书三个月他可以做完 或者六个月他可以做完 那他肯定有自己不明白的地方 那自己学呢 可能不如我们去给他点播几下 他能够更有效率 并不是说不能自学 我一向鼓励大家 首先先要有自学的能力了 那到了一定的坎儿的时候 那老师呢 有经验 所以他会告诉他更多的 一些相关的点 那么如果是硬试的话呢 那准确度会达到95%以上 对吧 那他自己的准确度 有可能只能达到75% 就是这样子一个区别 所有的学习都是可以自学的 但是现在很多学生 他们的效率比较低 是因为他方式方法不对 所以说 这种professional的指点 还是对的 我们说是叫事半功倍吧 看你的时间点和你的目标 如果你只是说你的purpose 你的这个目标呢 只是一个learning 你不为了考试而考试 那你就慢慢学着 没关系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节点嘛 对吧 你没有一个deadline去催着你 你也没有一个高分目标 去控制你自己 所以你只是一个enjoy learning的过程 所以说 看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时间段是什么 来采取一个策略 我碰上的学生当中 从计划性来讲 有的妈妈比较明智的 很有条理 很有计划性的 她基本上四年级会来找我 然后她让她五年级的时候去考 让她有一年的时间准备 一周来一次的话 基本上能够达到三十次吧 跑去节假日了 那三十次的话 她至少能做完十套题 她一看她就会很舒服 她去真正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cover住了 那也有的时间比较短的 非常short notice的 最短的我九天辅导过 小姑娘是听人介绍的 然后说也要去考 就原来没这个计划 现在看别人去考也要去考 然后她就跟着那个小男孩 问在哪里学 然后她就天天来学了九次 最终去了UTS 小姑娘的基础不错 原来也是gift program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跟每个人的底子也有关系 你自己要有一个foundation 要有一个积累 所以说accumulation和foundation 这是我经常说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有啊 秋天读三年级 那就不用着急 我们可以一周一次 然后慢慢跟着就可以了 量也不需要很大 不需要给她压力 就是让她打开一扇窗 给她一个展示一个 更宽广的世界 让她有一种喜悦的心情 比如今天学了什么很有趣 下星期又去学了什么 也很有趣 这星期学了十个单词 下星期学了二十个单词 你一年下来 你能有三千多单词了 一天十个 一年也三千六百五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时间杠杆的作用 最宝贝的就是时间了 给她一年的时间 然后呢 每天十个单词 一年下来 她能有三千六百多单词 已经很不错了 好 不客气 Glana 你有我的微信吗 到时候可以 先扫我们群的码 然后你可以加我 如果有什么特殊需要的话 你就跟我说 可以给她量身定制的 不需要满堂灌的 要保持她的学习热情 就可以 三年级是一个坎 如果你抓得住呢 她未来的路会不一样 比如说三年级 我曾经讲过 在下个月吧 我们可以讲三年级 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EKOO的事情啊 学校排名就是看这个的 另外呢 就是GIFT Program的筛权 也是在这儿的 还有就是SICT 也可以去选择的 三年级是很好的一个点 好的 没问题 如果那个码不够用的话 我也不知道 让儿子做的这个Poster 如果那个码失效了 那一会儿就直接加也可以 或者先入群加也可以 对 另外一个朋友问 这种考试出来的等级 只是指英语的等级吧 这个问题真的是 挺好的一个问题 刚才咱们说过了 这门课考试呢 分成了词汇 阅读 写作 但你还 要注意 另外一个section 就是数学 所以它并不只是指英语的水准 这个数学部分呢 有两个部分 每个部分呢 有25个题 所以25个question呢 乘上一个2 就相当于说是50个题 等于50个题 对 所以对它数学也是非常有长进的 现在他们让我来给他们教数学的也有很多 因为他那个说这个方式 因为我们去看数学的时候 会挑最精华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你给他点 明白了 他不需要海量的做题 因为现在都允许你使用计算器 包括他在大年级 从9年级开始到11年级 他可以去考SAT了 这是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 数学也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用计算器的 我们把它叫做use这个calcular 还有一个就是non-calcular 它允许你去用 它只是说你要明白会应用 你的准确度要高 使得你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对未来的学业的要求 和它的应用的要求 实际上都是有讲究的 所以三年级呢 我把它称之为是一个第一分水岭 六年级第二分水岭 八年级第三分水岭 所以这很重要 我们每一个呢 都会有一个专题 前半年基本上 会集中在小学段 七月八月我就讲七八年级 不过有的时候 我会稍带着 每个年级都提到一些 这样呢 可以让大家在上半年 就做好准备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所有的考试 基本上会集中在 下半年的十一二月 所以每年十一月是最忙的 各种各样考试 包括各种比较好的program 上次我也跟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 还能记得住的 比如说STEM呀 STEM呀 MAX呀 TOX呀 IFT program呀 IB呀 AP呀 这所有的考试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阶段 因为他要选拔 选拔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就考你这些东西 数学和英语 对吧 如果你偏Science 那他可能考你点Science 但是不管你考什么 数学英语是绝对的 甚至 今年的 就是2020年 IB考试 连数学都不考了 法语也不考了 结果考你 Writing 就像你自己给自己建一个档案 来描述你自己 来表现你自己 来让别人挑选你 这个都是你的英文的水平问题 所以 这就叫做Ability的考试 Standard test 都是这样筛选的功能 凡是考的好的 那他水平自然是好的 考不好的 那说明他有缺陷 就要用一些额外的时间 来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短板呢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短板在哪里 而这个考试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你的短板在哪里 比如说Reading当中有不同类型的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 推理呀 判断呀 归纳呀 分析呀 总结呀 细节呀 各种方面 他都会考到 你如果 做了两套题 错的 类型是一样的 那就是你的短板 那我们可以帮你 把你的短板 拉长 变成长的 长项 你自己的缺点改正了 你自己提高了 那就OK了 所以说 任何一个 学科也好 考试也好 他都会 serve a purpose 还是不错的 你会发现 水平就是这样提高的 很多孩子到了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说很吃力呀 这个那个 实际上他高中水平还没有很好 我的理论是说 最好每一个level都走得稳当一点 这样呢 你的next level 你就会轻松一点 至少不会那么suffering 这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平逐渐的提高 英语好了 在加拿大会很吃香的 因为所有的考试 他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去读 去说 去听 去写 对吧 物理报告我也辅导过呀 我可以写11个部分 普通孩子可能只写5个部分 那当然我这样子就能得A咯 对吧 它是一个文章 它都是要有一个构思的 它都要有一个框架的 你的表达 你的idea是有了 你总不能告诉老师说 我认为这个对 你要明白说 你怎样是对的 你的数据是怎样的 应该怎么排列 你要有organize 你写出来的东西 别人一看 很标准 如果只是你自己脑子里的 乱乱的一锅粥 那你可能觉得说明白了 但是看的人并不明白 所以说呢 加强这个 加强这个训练还是重要的 因为毕竟它用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大家还是对此有一定的困惑 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圈住了 深入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 这些都是精神食粮 有精力 有能力 去多学一点 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好 看看今天来的同学当中 有没有考过这个的 还是说有打算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只有十分钟了 时间过得这么快 我看看 好像又有一个 又有两个新的问题 好 我来看一下 三年级可以考的天才班 是比普通班 学习各方面内容 要更多更深 yes 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我去年做过一次专场 就是关于天才班的 今年我会在二月份吧 会单独再提出来讲一下 因为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你在三年级 如果能通过考试的话 你可以一直学到十年级 或者八年级都可以 而且主动权也很好 他的这个项目是单独设置的 考试的就是教课的老师 也是有qualification的 专门的老师 他把它叫做SER Special Education Registered Teacher 所以这个呢 因为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 是因为我自己的儿子 就是三年级考上的 从此之后我就不用管了 我觉得我是很受益于此的 那我就比较喜欢推荐给我的朋友啊 学生啊 家长啊 然后他们以前没有意识的 也想去试一下 因为我跟他们说 Nothing to lose 对吧 又不需要你花钱 然后学校都是统一 要在某一个时间点去考试的 那你就做完了这个booklet 他只要超出99% 那自然你就进去了 你如果不想进去 你就说sorry I don't want to 那你也可以 也没有人push你 所以完全你是有主动权的 即便去了一年以后 你要觉得不合适 你自己quit就可以了 这都是双向的 所以对于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我会在专门做一到两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也有个天才班的小微信群 也可以请你进来 另外我在这里的讲座 每周三晚上 是的 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 是Montleer的一个 创办了很多年的 一个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平台 很不错 所以呢 我跟这个平台已经合作超过大半年了 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了 基本上每周一次 我们每次的讲座内容呢 中心也都花时间 放到YouTube上去了 应该会有链接 如果你在我们群里 你都可以 来 然后是考的历史是美国的吗 美国为主 也有世界历史 不光是美国的 虽然它的机构是ETS ETS是很出名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托福 对吧 都了解SET 那这个机构就是专门出这个标准化的考试题的 那么它的选择的范围 刚才我跟你提的是学科类的范围 那么它的比重呢 美国的更多一点 所以说SET呢 又被解读为小SET 有这么一种说法 你要是说同样一个公司出题 然后同样的风格 同样的一个递进关系 这还是能说得通的 天主教小学 他没有专门的设 但是他如果愿意设的话呢 如果他有合适的师资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 你看我现在在的这个私立学校呢 就叫做 Heritage International School 它就是一个Christian的学校 那我是在他的Project和Program的Director 我给他们负责这个项目和科目的研发呀 开发呀 评估呀 测试呀 这些 所以呢 我会在我们学校里建议设这么一个项目 至于每个学校他愿不愿意 那就是个性化的东西了 我们说的天才班是指公立学校系统 它专门有这么一个 Public School的System里面的 不需要花钱 只是在三年级的时候不需要花钱 如果你三年级没考过 你可以四年级五年级 一直到十年级都可以去试 只不过这时候你就要自己花钱去测评 然后有一个报告 这个我们可以 专门再找一个时间去说 回答另外一个朋友的问题 因为他的设置 使得他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书和题目 因为他概括的面有IQ方面的 有Academic方面的 也有这个互动方面的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专业人士去操作的 不是说你随便拿一本书 你去复习一下 你就可以考过 这属于他的归类 是归类在Special Education里面的 因为他使用了统计学里面的 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么一个 波峰的这种感觉 大部分人是在中间的这个波峰当中 这属于Average的 越望两极分化 他就称之为Special Education 那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就是说呢 有些孩子在三年级的时候 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造成了一些分化现象 那你就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班 一个老师去教 所以呢 这属于Special Education的范畴 所以他的师资的搭配 以及他的 他都会有IEP的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的 每个人都会有 可以随时调整 每年他都会让你签字的 所以说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对孩子没有任何坏处 你会发现 哇我儿子或者我女儿 这么棒呢 他会很高兴的 所以 你也不用跟他说 这是什么天才班 不是什么天才班 你就很正常的一个 opportunity 你只要去试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 一个资源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 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 Excellent Education Resource 是这样子的 肯定是先比试的 然后会有个委员会给你 你也请去去面试 如果是在校外的 那就是单独的面试 好最后一个问题 下次就讲 我这个SSAT的系列还没讲完呢 但是顺序可以调一下 二月初 你是在哪里呀 这位朋友 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说说你的情况 你为什么二月份就考了 我有很多学生 十二月底考的 也有一月底考的 二月初考 您是在哪里呀 我在多伦多 好 那下次我们可以调一下 这样您可能 更对您更有利一些 你们是哪个区的 先说是在多伦多吗 您也在多伦多 是约克教育局 还是多伦多教育局的 还是皮尔区 或者杜兰区 你们属于哪一个 我打不开 那您敲字吧 district是在哪里 我看看是不是跟我一个区 Scarbo 我办公室是在Scarbo Kennedy和Shepard的那 对 你要是住在Scarbo的话 那就可以在我们办公室 很好 原来呢 你们这个区呢 是属于TDSB的 他们呢设定了一条 让学校的老师呢 进行推荐的制度 这个呢 不是太公平 我碰上过很多案例 家长就在抱怨说 老师不喜欢我们孩子 不给我们推荐 但是现在呢 好了 取消了 你就统一都去考试了 就大家都公平了 并不是学校老师说了算了 对 所以你自己呢 只要能通过这个PASS 这个TEST 然后你的Percentile呢 超过了99%的人 那你就肯定 委员会就会给你发那个 IRCPC就会给你发一个信 你就可以签字 说我同意 就可以了 还是很有机会的 让孩子去试试 没有坏处 你可以跟我单独约时间吧 然后我当时还让我儿子出了两套题呢 可逗了他自己画的 因为那天他回来很兴奋的跟我说 妈妈我们今天弄了一些很好玩的题 我说那你给我写下来吧 哇他就给我画画画画 我一看我就知道是这个 我说那你做的怎么样 他说我都做完了 然后我说你喜欢吗 他说他喜欢 所以说呢 你给他这个机会 很多孩子还是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的 尤其是 很多能力 他都是在边学边长进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你不告诉他 那他当然就不会了 你要告诉他了 那他肯定就明白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儿子哪年考的 我想想 他今年十一年级 减去减去减去几年 反正三年级那年考的 十一减三 八年以前 但是这八年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就开始给很多的朋友推荐 然后帮助他们 今天我注意到咱们有个朋友 Special Friend Emile 李会长 咱们这儿来了一位外国朋友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英文呢 我现在呢 是为了照顾家长 就说的中文 那为了照顾孩子们呢 我的这个PPT呢 基本上就是用了英文 所以说 应该说还是能够照顾到双方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 直接对话 好了 九点三十了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跟大家交流的也不错 回答了一些问题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希望加入我们的话呢 可以扫这个群的二维码 我估计这个群 李老师谈教育这个群 已经有二百人了 可能不能扫码进入了吧 你可以加李会长的微信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都可以 你只能手动一个一个的拉进来了 不客气 下次咱们跟中心说 到了问答环节 我们就可以打开麦克风了 进群都行啊 同一加这个二维码就行了 对那就辛苦你了 这是中心的二维码 同一加中心的二维码 对那你就大家加的时候就注明说 我希望加入李老师谈教育群 那这样呢李会长就会把你请进我们的教育群 好吧 好 Daniel 希望今天 对于所有参加的人来讲都还过得愉快 那就这样了 Good night 拜拜 好的好的 李老师再见 拜拜 再见 大家再见 好了 好 YouTube上再见吧